再过三个星期就是耶旦节了 瑞芳驱公所为了营造节庆温馨气氛 特别在瑞芳火车战前广场举行的黄金山城幸福点灯活动 7号这天还先游耶旦老人来到了战前广场报家医 也让住在瑞芳的外国人感受到浓浓的耶旦气氛 黄金山城幸福点灯将于16日起跑 从圣诞节元旦农历新年一直持续到元宵节为期两个月 主活动现场布置了桃灯圣诞树 祈福许愿墙瑞芳风采灯墙及温馨可爱的圣诞老公公圣诞熊等等 现场耶旦灯海闪烁为广场装点出睡末年节欢迎的浪漫 我们搭配整个圣诞节跟我们明年的元旦还有元宵节等等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瑞芳火车站前面举办黄金山城幸福点灯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开始在做这个我们会场的一个布置 那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好朋友 我们12月16日开始我们就会进行黄金山城幸福点灯的这个活动 当天晚上的这个午点会进行这个点灯的仪式 那现场我们有拍照打卡 我们会送给这个圣诞的一个礼物 有限量一百份 那欢迎这个所有的民众呢 一起来跟我们做一个幸福的点灯 那到圣诞节糖果又可以跟朋友一起拍照很开心 拿到糖果很开心 学长表示 今天先邀请瑞芳国小的同学装扮小天使 与圣诞老公公在现场报佳音 分送精美糖果包 并且提供一百份圣诞礼物 给现场拍照打卡上传分享的民众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12月就是最欢欣的月份 就是我们有圣诞节活动 那今天呢 事先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到我们的火车站广场 来体验这个圣诞节的气氛 让孩子有一些期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的起端 因为瑞芳就是很多人会经过这个地方 想去酒分 想去金瓜石 但是这是给瑞芳自己的活动 在这里是有一点East meets West 有过年有Lantern Festival 有Christmas都混在一起 所以很多那个观光客可以来这里玩 还有当地人可以跟你一起玩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起的Festivals 我觉得蛮不错 住在瑞芳的加拿大籍女婿戴明恩 看到公所精心安排的灯会 也对于当天点灯相当期待 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耶诞节 和新年即将到来的气氛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